其实每一季乘风破浪都会出几个争议姐姐 从第一季的蓝莹莹到第二季的陈晓芸 她们本身性格可能不太讨喜或者一时情绪上头 配合上节目组魔鬼剪辑 双重对吧非常效果翻倍自然立马 翻车 而这一季刚开播就有人渣了 这个人就是余文文 有网友列出了余文文四大翻车点 第一是觉得她好像是节目皇族 镜头特别多 第二个是觉得她脸太臭 镜头前哪怕是做样子也应该管理一下 第三是觉得她参加一个全女性 节目反而在那说自己不是女人 发言不妥 第四则是觉得她对人不自知 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接 还以为自己很酷很有个性 网友这番吐槽也得到其他人认同 不少人站出来直言不喜欢余文文 主要是觉得她又装又油腻有心又力过猛 当然网友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 毕竟有剪辑元素在 可是余文文这次不仅得罪了观众 连节目组两个大姐大宁静和纳一也一病 得罪了 刚刚开始聊起来分组选人 他们就谁都不想要余文文 纳一和宁静回归重新参赛定位不单纯是选手 还要分组带队对抗在一起商量选人的时候 纳一和宁静聊到无莫愁和余文文 纳一就很直接上来就说我比较喜欢莫愁 宁静略微微玩先夸了一句余文文 但后面很清晰表达了自己不想要她的意思 理由是把持不住 接着纳一和宁静也说了为什么不想余文文的理由 就是觉得她不好沟通 纳一说余文文不太爱聊天 宁静提到她之前主动货 余文文搭话但是没得到回应 看过谅姐的观众应该都有意识 在闲聊阶段把话说开是件好事 不然后续矛盾爆发更不好收拾 纳一和宁静愿意当着镜头把这些话说给余文文听 应该是提醒并希望她有所改正的意思 然后余文文做了什么呢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 余文文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阴阳怪气 明明气氛都缓和了下来 她偏要来一句被选到又不想要的时候 请问二位老师是学到刚刚那招就比较好用是吗 此话一出 纳一当时就沐了脸立马拉了下来 直接回问哪招哪招好用 宁静这回也不委婉了 直接对着余文文就说不是没有招 你就得面对别人不选你 只能说到了最后 余文文也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还觉得别人是因为想选吴墨仇所以说她坏坏 这期间主持人出身的艾雅一直帮忙打圆场 但她都忍不住暗暗对了余文文一句 听到那一说余文文不爱聊天的时候 看来了一句 但她刚在车上讲话很多 那么余文文在车上讲了 什么让艾雅印象如此深刻呢 就是我不是女人我不做支架这段了 当时吴墨仇和赵梦正开心聊着没假的事 气氛虽然有点干但整体还是挺和谐的 结果余文文突然莫名插嘴来了一句 我不是女人 我从来不做支架 一瞬间车内的欢笑声都变小了 还是阿雅出面圆场 说了一句很符合气氛又内涵十足的话 我发觉你很妙 你长得很女但是你的性格 阿雅这句话还给了个留白网友也接着发挥 吐槽余文文看着很女但性格很低 确实现在这种我不是女的所以我不爱sex 女的就爱勾心斗角 所以我爱和男生玩 我性格好爽所以像男的这类话 早就过时了 你不做支架是你的事 关男的女的什么事 自我意识太过剩了吧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 余文文可能要塑造反差人设 后续搞不好会有反转 这个套路确实也是屡时不爽 但是还是建议一切适度不要用力过猛 万一翻车太过可是很难掉头哦